肖强陈红为她作配,嫁豪门不生子,今43岁美的网友,吃方福气了。 娱乐圈是个美女如云的地盘。 但有些是天然美女,有些是整容美女,真让人傻傻分不清,不像八十、九十年代,很多美女都是纯天然的,看得怎一个舒服了的。 今天的主人公也是一个九十年代不可多得的美女,陈德荣,作为琼瑶阿里的玉女女主角,她演了不少戏。 在她作品盛产的时候,曾拍过《梅花落》、《一脸幽梦》、《绝带双胶》、《金树山剑侠》、《时间到等快制人口》的电视剧。 评级教好面容和故人演技,聊到不少真爱粉,觉得女星都是贴和剧本的。 当她初见陈德荣的时候,就被她的美貌倾倒了,觉得她美得惊为天人。 为了让她饰演自己底下的人物,琼瑶当即立下三年之约,三年之后,琼瑶剧本完成,陈德荣一定要出演,毕竟剧本是为她量身代表的。 而这部剧就是《梅花落》,也就是陈德荣的处女作,果不其然,她将人物演到了极致的好。 陈德荣在八十年代的娱乐圈里是很火,名气不输现在的当红一线女星。 在《水云间》中,陈凯歌老婆陈红就给她做配角,在《一连游梦》中,台湾第一美肖墙都是她的配角。 从这里可以看出,陈德荣是当年的人气花旦,是收拾宝杖,是琼瑶最看重的女艺人。 所谓花五百日红,陈德荣在红了几年之后,跑到大陆拍了几部戏后,视野慢慢走下坡路。 很多人都说,也许当初她拒绝了小燕子这个角色是自己人生抉择中最大的失误。 不过这些都是命中注定,谁也无法抗拒的吧? 虽然在事业上没得完美,但在感情上却能收获幸福。 2011年,陈德荣嫁给了地产富商王赞测。结婚后,陈德荣更是少出现在公众场合。 值得肯定的是,婚后的陈德荣和老公感情非常好,还经常一起出去旅游度假,好不自在。 更让人惊讶的是,两人结婚六年来都没有孩子,当被记者问起,陈德荣轻巧回应,我们约定不要孩子,只享受二人世界。 从这可以看出父好老公是真的爱他,把他当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看待,愿意遵从他的心意。 最近这几年没有拍过什么影视作品。 可能是娱乐圈更新换代实在是太快了,估计就算是付出,陈德荣也只能是出演小配角的戏份了,也就是二三线的艺人了。 但他也不缺钱,有父好老公宠爱着,关键还有着不老容颜。 网友看了他近照都有说,他吃防腐剂了吗?这么美的,小编也觉得很是不可思议呢。